大家可以留意257光大环境 中央已经定调了,希望坦中和,坦达峰之后坦中和 对环保的推动就肯定了 而257光大环境主要是从事环保能源,包括水务,绿色环境保护的项目 所以本身来说已经是食正中央的政策 再加上PE只是5.9倍,6倍都不到 而周息率很高,有5.9厘,接近6厘的水平 所以从各方面看,都是一个挺吸引的股份 但不用太心急,可以接近5.6厘的水平 可以考虑买入,目标价会看6.3厘的